羅志祥的女朋友叫周揚青 他今天是這麼寫的 他說我跟羅志祥已經分手一段時間了 那麼這時間長到 我現在已經可以用完全平靜 甚至略帶調侃的語氣 來跟大家交代整件事情 當然也久到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 絕不是因為剛分手的一時衝動 或者是不能靜下的報復心態 下面這封信是寫給羅志祥的 嘿 羅志祥 我們還在一起的時候 曾經有一次開玩笑 我問你 你說如果萬一有一天 我們分手了 我會做什麼 你說你一定會寫一首超級長的rap來罵我 你甚至還把歌詞都幫我編好了 但是你猜錯了 我沒有寫歌 我還是選擇給你寫一段文字 以前都是幫你編輯微博文案 這次也算是我寫給你的 最後一篇長篇文字了 分手的起因是怪我看了你的手機 雖然不止一次你告訴我 兩個人在一起最重要的 就是相互間的信任 看彼此手機是會打破這種信任的 你不喜歡 我也算是乖乖聽了你九年的話 這麼久都不曾看過你的手機 但這一次因為某些原因 我就是看了 也還好是看了 如果不看 我都不知道原來你還有另外一支 專門用來聊妹的手機 原來我不在的 幾乎每一天 你都會約女生來家裡 關鍵還都是不同的 你去了每一個城市 都有可以約到酒店的女生 你和曾經介紹給我見過的 你旗下的女藝人 甚至你的化妝師 都有長期不正當男女關係 還有你和你兄弟們 對於那些被你們叫出來晚的女生 是如此的不尊重 更過分的是 你們還會經常舉行 正常人都沒有辦法想像的 多人運動 這些顛覆我三觀的事情 全部都發生在我最深愛的 愛了九年的你身上 現在想一想自己真的很傻 為什麼沒有在第一次抓到你劈腿的時候 就放下呢 換句話說他有沒有被抓過 有 每一次都被你的承諾跟悔過打動 一次一次的原諒你的背叛 一次一次 不是一次而已 一次一次的原諒你的背叛 但仍抱有期望 覺得自己是唯一懂你 可以陪伴你改變你的人 你說你真的愛過我嗎 羅志祥 一定也是真的愛過吧 不然你怎麼會排掉工作 就為了陪我過重要的節日呢 從來不公開任何女友 卻願意向大眾公開介紹我 一個這麼威風的獅子 甚至願意讓朋友覺得你怕我 你說過怕是因為在乎跟愛 你也為我做過很多很多浪漫的事 對我的每一件事丧心 有不開心的難過的都第一時間跟我說 交往這麼多年 還是會每天都打電話 手機不理所 為我哭也陪我笑 天啊我寫你好的話 這段話竟然快比寫你壞的還要長 接下來這一段很重要 可是一個這麼愛我的人 又怎麼會做出這些呢 關鍵是你都是哪來的時間啊 我每天跟你半夜三四點才講晚安 難道你為了約批都不睡覺的嗎 如果我們是因為性格不合 或者你愛上別人分了手 我一定會做一個大家口中優秀的前女友 分手了什麼都不說 撒脫地講一句我們還是好朋友 但是抱歉 這一次的情況太特殊了 因為我知道現在包括以後 還有很多很多的女生 在同時被你騙著 她們可能還天真的以為 她們是唯一 姑娘們千萬別自信到認為 自己是那個可以改變羅志祥的人 因為有的人他渣是天生的 羅志祥你真的太太太太 五個太再乘以一百的渣 不過還是要謝謝你 雖然這九年的青春最後沒有結果 也幸好沒有結果 可是和你在一起大部分的時光 我都是快樂的 如果不是最後這一集 你留給我的回憶也還算是美好 感謝這些年彼此的陪伴 你如果問我後悔嗎 我不後悔 因為我確實是你 讓我變得更好了 因為愛你 我成長成熟也變得更獨立 你如果問我難過嗎 也不難過 因為你一點都不值得 這是他的女友寫給大家看的信 來來來請教一下這個黃醫師 聽完之後有沒有很震驚 我覺得他女朋友做的 前女友做的很好 對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雖然大家都說感情事是私人的事 不應該拿到檯面上來講 可是如果你因為私人的事 會害到很多女人的話 那麼你還是有責任要出來做一番 這個公開的勸說 當然我們不知道周小姐 這樣指控就是羅志祥的部分 是不是有證據 我相信他一定有證據 他才敢這麼說 不然他接下來就會面臨 很嚴重的法律問題 那所以我看到的就是說 這個就是一個現代女性 面對渣男的一個新的高度 跟態度出來了 其實他這封信我覺得是非常厲害的 所以小豬當年真的是沒愛錯人 這是一個這麼有才華的女孩子 可以幫她寫微博的文 然後讓她在中國的事業 可以非常有聲有色 是小豬沒有珍惜她 覺得說 對啦我是也喜歡你 我也有付出 那麼可是呢 我還是要繼續做一些 你不能接受的事情 那麼如果男人堅持要做 自己的女朋友或自己的老婆 不能接受的事情的話 你最後就要有心理準備 接受你不能面對的醜陋 那我覺得周小姐 也許大家會覺得說 會不會是因為是 太想要報復什麼的 不過我覺得 報復心倒是還好 因為我覺得他應該是放下了 所以他才能夠很坦然的 出來面對說 他是受到如此的背叛 那我覺得他這篇文章會給很多 因為渣男真的不是只有小豬一個人 他會給很多 也同樣面對到這個渣男的一個 不公平的待遇 然後走不出來的女生一個新的力量 我覺得這是這封信最大的優點 跟你錄到的一天 但是我會去掉 那邊 我們要看